Hello 大家好 Re1です 今天非常突然的时间点 官方直接把超级战预告跟新角色的能力跟动画 全部一起放出来 而不是按照我们以往这样一副一副样来推出啦 这一次所推出的新限定就大家看到了这一张啦 超级大特 算是等了蛮久的一个角色啦 但是他的演出感觉有点怪怪的 那么我们首先就来看一下他的演出吧 Let's go OK OK 這個就是演出方面啦 哇 也不知道怎麼說 有一種破例不足的感覺吧 大概可能就是 當初他在打賽盧的時候 本身動畫就沒有那麼多吧 至少在漫畫上面是這樣子啦 動畫當初是怎麼會演法 大家還記得沒有 我是沒有什麼印象而已 呀呀呀 不管怎麼樣子 這一張的能力已經出來 就讓我們來看一下吧 首先這張大特的話啦 他初始是超賽啦 然後才變成超級大特這樣子 屬性的話是超級 然後三維素質攻擊非常可怕啦 100%的時候 將近L奧啦 快要接近2萬點了 很久沒有限定U奧的 Attack這麼高了 19398點 哇 超高 可是就犧牲了他的防禦力啦 大家看到 連1萬都沒有辦法突破 才行狀態 9903 好 那麼他的隊長技方面是 修煉進化跟賽魯片 7力加3 雪攻防100%提升 然後擁有極技成長 或者地球翼城戰士的類別的角色啦 雪攻防額外再加30%啦 就是200%隊長技術 從這4個類別裡面組合啦 然後必殺效果的話是 一回合攻防上升超絕特大傷害 沒有什麼特殊能力這樣子 然後被動面上的話 自身7力加2 攻防150%提升 然後除自身外 隊伍內 賽魯片 我方3體以上啦 攻防100%提升 然後 必定最佳攻擊 超高確率 必殺發動 然後高確率 全屬性感動 呀 老實說 就綁特攻的話 會稍微讓隊伍比較麻煩 尤其是現在的賽魯片 獎證不是那麼容易去組啦 因為你要說強的角色有沒有 是有的 可是就好像在現在的環境來說 不是每一張都用得上啦 所以這個點來講的話 嗯 這個綁 需要後續更多的角色再推出啦 然後再來的話啦 必殺發動時攻防加70% 也就是說要行動之後 才能達到他的最強狀態啦 再來的話 那名稱賽魯的敵人存在時 會造成全屬性效果拔群 這麼個樣子 單回合最大閃發必殺的可能性啦 如果特攻全滿的情況 那麼在這個被動下啦 他的最大加成攻擊是495% 防疫在行動後是有674% 這麼個樣子 然後因為是超高確率必殺發動 很大的可能性可以做到二連擊啦 然後重點就是 條件滿足是變身啦 他的變身條件就很重要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戰鬥中攻擊五次後 下一次再登場即可變身 或者戰鬥開始五回合後 名稱賽魯的敵人存在時 也可以即可變身這個樣子 所以這邊的話 每一回合啦 他只要有特攻滿足的話 他至少可以觸手兩次嘛 那麼接著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他的主動技 戰鬥開始三回合後 血量60%以下就可以發動 也就是說第一回合他登場 因為就我們自身一下 然後再來必定連擊兩下 如果可以觸發第三下當然是最好 但是就算觸發不到也沒關係 他再一次登場 他的主動技就可以使用了嘛 那麼這邊的話 主動技就不用省 只要可以用直接用掉 然後再連擊兩次 再下一次登場 他就可以滿足他的變身條件 目前的話我們想到的是 這麼個樣子的使用方式啦 嗯 OK這個是變身前的階段嘛 那麼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變身之後的超級大特階段 超級大特之後他的戰鬥能力 然後就大幅的上升了啦 大家可以看得到 必殺效果的話 一回合攻防上升 超絕特大傷害 然後這邊多了一個 一回合內必定會行 啊這個樣子的話 在潛能點面上 大家要怎麼點就很明確了對不對 因為變身之後就必定會行 所以我們主點連擊就是啦 嗯這個是沒有什麼好考慮的 至於複選的話 想要迴避 想要在變身前有一點輸出 點會行都可以 這個就看個人喜好 總之就是主連擊 附屬的話就看個人喜好 然後被動面上的話非常強啦 只能這麼講 自身氣力加4 攻防300%提升 然後登場三回合內 必定必殺最佳發動 也就是說必定兩發啦 然後全屬新Guard 然後剩餘的血量越多 攻防就會越高最大200% 也就是說如果是滿狀態的話 是有500%的攻防啦 在行動前 然後必殺發動時 攻防再加100%超級誇張 然後必殺會死敵人 必定棄決 這個在戰鬥路上面會比較有用啦 或者就是打那個賽盧的時候 不過要三回合過後 然後再來的話 他的主動技效果也是很棒 血量60%以上 或者名稱賽盧的敵人存在時啦 可以發動 其實他這個賽盧這邊還有 另外掛呼講一下 那些角色沒有 那些角色沒有 如果Cellul Max 算不算那個等等裡面啦 不確定 到時候要去嘗試一下之後 因為Cellul Max 他也是有Cellul Max這樣子嘛 也是要去看一下 到時候嘗試看看啦 效果很棒 一時間攻擊超大幅上升 究極傷害 然後目標敵人一體 鬼魂一回合啦 就是因為我們一定是 觸在那個敵人吧 那個敵人身上嘛 他會死那個敵人 鬼魂一回合 然後發動當回合必定會行 講真 這個 有一點點的沒有什麼特別啦 只不過就是讓他的這個 主動技可以確定會行罷了 有一點 有一點多搞瑜的感覺 然後在這個狀態之下啦 假設血量80%啦 攻擊可以達到1020% 然後防疫在行動後 1356%啦 然後按照前面剛才跟大家講的嘛 第一回合 觸手兩到三次 第二回合 他的主動技再加兩次觸手 然後第五回合 就進入這個超級大特階段 然後他是有三回合全屬性格鬥嘛 那麼第一回合跟下一回合啦 可能我們可以忍住不要使用主動技 然後等到 他的全屬性格鬥沒有的時候 再來使用主動技鬼魂一回合 讓他確保安全 嗯 所以在蠻長的一個段落內啦 他都可以保持到一個相當穩定的狀態 再配上他的超高火力啊 快速的把敵人打過去啦 暫時通他的被動啦 是這麼樣子的想法 接著我們再繼續看一下他的接下來狀態 就是我們的連結跟類別這方面 連結的話就跟原本的那個提數超級大特是一樣的 金色的戰士 來自未來的死者 然後超級賽 王的血精 靈戰 魂vs魂還有超級戰 就蠻普通的 連結效益不是到很特別啦 中衛中級 然後魂vs魂這可真的是有一點難連到 然後類別的話總數有17個啦 但是因為有綁定特攻的關係啦 就可能要比較篩選一下啦 沒有那麼容易讓他比較滿狀態 這個點就要注意一下啦 雖然說類別很多 類別真的是很多 但是要滿狀態的話 比較需要花心思啦 需要未來我們的賽魯片 更多角色出來的時候我們才有辦法 好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超級大特的整體實機數值啦 選擇連結的角色是賽魯片的速範那一張L 可以幫忙趕在1號位啦 有辦法這張就需要行動之後 他的能力才會全成長出來啦 那麼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55%的狀態啦 一般我們都是抽到一張就算了吧 在全球活動前這種關鍵時刻 然後初始這一段的話啦 在特攻都滿足的情況下 他就有超高確率的連擊可能性啦 然後還有高確率的前屬性感動 但是數值面上真的不是那麼高啦 55%的話 我買64萬如果超高確率有觸發的話 大概再多一個接近600萬的輸出 也就是說一回合突破1000萬的輸出是沒問題的 然後防疫力在行動前12.6萬 行動後28萬 如果有連擊可以去到30出發 這樣真是還蠻低的 如果要拿來打到最新的超難關的話啦 壓力還蠻大 壓力還蠻大 就是他變身之前 然後就算是踩行狀態啦 行動後也大概就是40到50萬之間的防疫力 所以在前段真的是要盡可能的讓他多觸手到 第一回合打底觸手兩次 然後第二回合主動技再加觸手兩次 然後第三次再登場的時候 也就是第七回合啦 欸第五回合啦 然後直接變身成超級大特這個樣子 越快變身越好啦 但是最快再怎麼快 也要第三次登場他才有的變身 這個就沒辦法 比較可惜的點 不過變身之後他確實是強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血量100% 然後變身的三回合內 全屬性格鬥跟必定必殺連擊這樣子 所以在三個回合內的火力是非常的包標 這邊大家看一下就算是55%啦 他的單發滿血的狀態也有1138萬的火力啦 如果這邊是講只有這一發會行的話 也是有2000出發 可是在三回合內 必定連擊必殺2337萬 然後會行火力4440萬 所以這個單回合的火力是非常猛的啦 在現金來講的話 還算是很給力的 然後行動前21.7萬 行動後56.5萬 連必殺只有69.5萬 老實說不高 真的是不高 沒開路的情況 然後假設血量被壓下來 我們的攻防又會下降啦 那麼火力就剩下很低啦 949999 不到2000萬的實際火力 可是靠這會行啦 可以靠到3700萬左右啦 那麼在這個狀態下 防禦力又會更加的下降 剩下57.9萬 就這一個防禦力在沒有全屬性格鬥的情況下啦 連一型龍的超一型龍的普攻啦 最後一關的普攻都扛不住 很痛苦 因為被剋屬的關係啦 然後在大部分的關卡來講 也會蠻辛苦的 但是我們普通使用就剛才有講到的吧 三回合的全屬格鬥的期間 就盡量不要用掉它的主動機 然後到它的主動機出來的時候 就是說全屬性格鬥消失的時候 主動機鬼魂效果直接清上去 然後快速的打掉 就只能依靠這個樣子 那麼假設如果是彩星的話 那個火力就爆表 可以去到5800萬 如果三連必殺的話啦 大概是可以去到 接近8000萬單回合的火力啦 非常的誇張 如果是配合著它的主動機 也許單回合可以剛剛好突破 1億左右的那個輸出啦 在有輔助的情況下 這個大特它的單回合的那個 火力輸出的上限值是很狂的 就變身之後官方鼓勵的就是我們 快速的解決戰鬥 拖得久這一場就不行了 是這個樣子啦 那麼大致上它的一些 比較特別優點的東西都有寫在下面 大家可以看一看 綜合的使用來講 就剛才講到了 前面兩個回合要加速 然後變身之後的兩個回合 就是兩次登場啦 都有全屬性格鬥 然後保握 然後再一次登場的時候靠著鬼魂 所以總數來講的話 其實它的無敵狀態 也不算無敵狀態 相對強勢的狀態還蠻久的 在那幾個回合內 要快速的打進 它前期弱勢 中期強勢 最後又變回中 中規中矩這個樣子 但是火力值啦 在變身之後 就相當的誇張 大家可以看得到啦 嗯 OK啦 這個就是我們的超級大特 接下來的話 再大家稍微看一下 就是我們的它的副卡啦 欸 那個超賽無反 首先就它的動畫先過去吧 Let's go OK 這張誤犯的動畫感覺就是 拿以前那張腳踢複製的動畫 來稍微簡介加加一點點的感覺 沒有到很特別 老實說 蠻普通的 而且能力也特別的 嗯 可愛 欸 血量超級誇張 直接突破2萬 財星的話是2422 欸 24227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官方搞到這個樣子 這個數字模式設計呢 欸 超粒屬性嘛 然後攻擊1萬1 防疫8300 哇 低到落塞 欸 對長技天界事件 氣力加三血攻防130% 然後必殺效果 攻擊無限大幅提升 然後超特大傷害 被動面上的話 回合開始是 HP 血量10%回復 如果血量是在40%以下的話 限定一次血量40%再回復 這樣子 嗯 就 回血 回血角色 然後本身的能力講真也不是怎麼特別 因為數字大家下面都可以看得到了嘛 欸 自身的攻防 148 必殺發動時 攻防 148 回合開始時 血量在70%以上的時候啦 必定追加攻擊 超高確率 必殺 然後每一次受到攻擊 氣力加1 最大加5 防疫 加20% 最大100% 天界事件或者修煉進化 全員七力加2 防疫38 算是一張輔助角色 可是 他的整體實力啦 又太過低下 火力面上 在彩星狀態下 其實還不錯 五發必殺 就有500多萬 然後再配上他的那個 被動有連擊必殺 那麼 其實疊起來 算是還蠻快的 可是 防疫力啦 就特別的淒慘啦 欸 又要被打 然後又要開了必殺之後才有 所以還蠻難安排的 所以 超難關基本上 是不會把它擺進去啦 這一張 嗯 可以看得到大家 就算是連接到 瞬意族被動全滿的狀態 行動前28萬 行動後47.6萬 這樣子的數值啦 進入我們的 全行關卡內啦 絕對會是被打爆的存在啦 只不過就是 這一張真的是做到 近期的副卡來講 算是 我覺得比被比還要殘念 完全不能用 我都不知道出來幹嘛的 官方 excuse me 你在做什麼 阿松你不是最愛 超賽誤犯的嗎 你不是最愛 這個賽魯片的誤犯的嗎 這張誤犯是什麼東西 What 這一張大概就是 擺著放罷了啦 那麼這一張 超級納特他的卡機開啟時間 按照官方這個時間 發出來的話 可能29號啦 就是明天資料下台 後天卡機開上來了 可能29號就會開了 跟我原本意想的啦 就是 氣息卡機結束之後 再開這個卡機的時間點 可能不一樣 這個就 我剛來 反正就是等一下吧 可能29號就會卡機開上來了 這個卡機 基本上 是不推薦大家抽啦 就能力上面來說 不是特別需要 而且下個月尾 全球活動就要來了 可以BASS的朋友 就BASS過去啦 除非對這一張超級大特 特別有愛 那麼就另外來講 嗯 然後後續的話 還有一張 變身打 跟超級打耳的那個 機箭再結醒 晚一點會給大家介紹 那麼 這一次的影片 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じゃあまたねー バイバイ